你做一个事,你没想法,你怎么去做帮助他们呢,他没听过这样子,他可能好不好吃,不好吃,没人吃,那我来干啥呢,都无知的官员了。 这不笑话呀? 真是,真是,再往后露了,把这个官员的颜色还去等,现在往后露了一天,你无知的回答我,一发起以后你是笑话,别人想留意,不但你没听到我。 有好多笑话呀。 我说,我刚刚到这,我们不是到那小镇去,他们谈的批判嘛,去了,然后跟那女的,跟那叫她家儿孩子的女儿,那她也明明写了个家,她说那是,啥都写了她说的,简直是四不像一个,我当时去看看那女的,这道笔从眼冒出来的一个中国人。 然后她在她上面发表,每次写文字上,写的优优的还是那种的。 我说对她,我说对她印象不好的吗? 我说你怎么知道她,是真的认错还是假的,就是有字吗? 我说只要中国人那个字不会认错。 我说对。 正好,那女的,你来看,批判里面,住个瑞士。 她就问,你住瑞士哪个城市? 不想回来 然后我就说 我问好几遍 人家告诉他 那个城市不算大哦 那个城市大还是小 你看现在我住城市就特别小 我看朋友去看 那你就说 那你的表情特别尴尬 我觉得 我觉得大和小都没有太大的关系 这样说 他说不会就是你已经到这样了 他的意思是 你已经在瑞士了 已经是很好了 他就对了 那个玩具的时候 你看 玩一边拍照 玩太高了 打开 玩 Babe 玩 玩